山東物園的台灣黑熊波比 怎麼爬出了柵欄外 原方緊急射出麻醉牆 癱瘓波比的行動後 鋸斷柵欄將波比送回防射 是可能比較活潑調皮導彈 那他就不小心就這樣子翻越過去 到這個兩個展區中間 這個安全圍裡內 下午將近四點 波比翻出左邊的柵欄 掉到跟哥哥黑皮之間隔開的 安全步道 雖然柵欄高達250公分 但對於身高180的波比來說 只要腳一蹬 手一抓 就有翻牆危機 沒有看到熊啊 阿熊跑出來的話會不會怕 就是要來看他的啊 結果沒看到 對啊 就怕栽出紙漏 連乖乖待在獸籃裡的黑皮 現在也不准見客 其實波比出怪招不是第一次 還曾因為這個站字被民眾目擊 誤以為是動物園找來的公讀生假扮 但可別看波比年輕調皮 很萌他裝狂時 快點 快點 快死了 你還用走的 就曾經咬死過公雄小山 如今不良紀錄 再貼一裝 是波比太有活力 還是原方態度鬆懈 恐怕得要好好檢討 記者 長股民東雲捷 SNG小組 高雄報導 幾乎 慶祝 小組 清除 超多